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是 所以我们必须遇见神才会幸福 我们在礼拜的时候感到平安 感到幸福是因为 礼拜是与神沟通最旺盛的时间 圣经说我们人都劳苦丹重担 但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就会得平安 在世上我们会遇到试探 但神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 叫我们忍受得住 昨天话语也说 只要在耶稣基督里 那我们未来是没有可担心的 那么神引导我们的方法 神引导神的儿女的方法是什么呢 那就是先赐下话语之后呢 成就话语 第一是神成就了一切 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其实没有什么可纠结的 只要想是神做的 这样就没有什么可想不开的了 神呢先赐下话语 然后呢成就话语 第一个是创造 创造的话语 创世纪一章一节 神用话语创造了这个世界 然后呢按照神的形象 造人 把生气吹到人的鼻孔中 人就成为了有灵的存在 世界万物中 唯有人是属灵存在 唯有人能跟神沟通 神赐给人伊甸的祝福 当时是没有生老病死的 但是呢 发生了问题 人离开了神 之后呢被夺走了生命的能力 那就是创世纪三章的事件 创世纪三章事件 离开了神 夺走了所有的祝福 然后呢 人就过创世纪六章 以物质为中心的生活 然后呢为了成功 而奔波 神让我们生养众多 变满地面 征服治理 这个世界 赐给我们的智慧和能力 都被撒旦夺走了 所以人即使成功了 他的一生还是痛苦的 只是形态不一样而已 因为生命和能力 全部被撒旦夺走了 这个时候 神赐给我们 恢复的话语 恢复的话语 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女人的后裔 毕伤蛇的头 世界上唯有圣经上 写了撒旦的存在 也告诉我们 战胜撒旦的方法 那就是女人的后裔 毕伤蛇的头 人犯罪了之后呢 之后呢 神为了救人 杀了一个动物 让他流血 用他的皮 用动物的皮 给人做衣服 遮掩人的羞耻 这个时候 因为人的罪 第一个动物被牺牲了 出埃及记三章十八节 牺牲祭祀 预表的是 因为人的罪 将有一个动物 代替人流血 死亡 他就是神的羔羊 这位是谁呢 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 他就是耶稣基督 彼得告白 主是基督 是永生 神的儿子 西伯来书 四章十二节 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能刺透骨节与骨髓 抛开人的心意 意念 所以当生命的福音 进入我们里面的时候 就会显出创造和治愈的能力 希望在这一周中 大家都体验到了 这个枯骨复苏的能力了吗 所以要话语 适用在我们的生活中 体验话语成就 第二呢 是神 知道一切 神知道一切 现实 我们的现实 我们的现实 就像枯骨一样 就是枯干的骨头 没有生命 充满了绝望 没有谁能帮助我 绝望 但神的创造原理是什么 鱼 生活在水里 树 扎根在土里 人呢 必须和神 同在才会幸福 这是神的创造原理 但是鱼离开水 会怎么样 就像枯骨一样 它不是说马上就死 而是挣扎 挣扎之后死 树离开土 之后呢 不是马上就是枯干 而是慢慢枯干 人离开神之后 也是一样 不是说马上死 而是痛苦的生活 之后 最终过着像地狱般的生活之后呢 走向地狱 所以在我们 有生命的时候 要遇见神 现实中我们没有希望 但是神说 我们的生活虽然像旷野 旷野路上没有水 但是神在旷野路上 预备了三节期 三节期 预备了约柜 预备了圣木 其实这个就是指 在我们的旷野路上 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要过以话语为中心的生活 就是礼拜为中心的生活 来到礼拜的地方 我们就能听到神的声音 就有属灵的答案 我们的生活就不会崩溃 属灵的答案呢 只有在礼拜的时候才能赐予 属灵答案 有了答案 我们就能够胜利 答案是最重要的 事实 我们的现实当中的事实 事实就是 话语 神的话语 它是有属灵的力量的 在这些现实面前 神的话语 它具有属灵的力量 话语才有属灵的力量 所以我们来礼拜的时候 我们才能得到属灵的力量 有再创造的能力 本文就说 在话语进入到枯骨里的时候 骨和骨连接了 肉也产生了 然后呢 皮也盖上了 死亡状态中的这个枯骨呢 就变成了一个军队 枯骨也能够通过话语 成为军队 这是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获得属灵的力量就可以 第三 属灵事实 属灵事实 我们不能被现实欺骗 要看到属灵事实 这样我们就要打开属灵的眼目 属灵眼目 神呼召我们为神的儿女 只要我们有话语的话 就能成为属灵的战士 所以我们眼睛看着神 就不会迷失方向 第三呢是 枯骨复苏 就是骨头 根本没有希望的这样的骨头 能够复苏 能够活 话语进来了话 我们就能活 即使没有任何希望 但是神能够救活我 我人生的主人 是神 这位神与我同在 所以神 我们的人生是按照讲台 话语宣布的方向 能够进行 所以我们要做的 就是向话语集中 把我们的视线 向神固定 然后呢向神集中 这样神就会通过我 让我得到力量 然后呢 让我所在 通过我 救活我所在的现场 我们讲台上 总说一千门徒嘛 一千门徒 我们就要成为 这一千门徒当中的一个人 这样的话 神给我力量 我就能够救活 我所在的现场 我所在的学校 还有我所在的职场 成为证人 只剩后代都得福 第二呢是教会的主人 教会的主人 是神 以马内利 教会的主人也是神 所以我们 有很多的异端来教会 就是为了倒塌教会 这样是不可以的 是有神的审判的 我们呢要成为教会的力量 教会的主人 教会的主人是神 教会里有众志者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称为 教会的众志者 通过我们每个人 能够让福音传到二三七 直到宣教为止 让福音传到地级 然后呢 是我们的 Limnant的主人 Limnant的主人是 神 我无法引导 我们任何一个人 都无法引导我们的后代 也不知道前方的道路 但是神的意念 高于我们的意念 神的道路 高于我们的道路 这是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说的 神会完全地引导我们的后代 绝不会错过我们的后代 每一秒钟 像火木般的眼 会守护着我们的孩子 希望从今天开始 大家能够在所有的现场 能够体验到 枯骨复苏的这样的祝福 愿化以成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